你好 欢迎收看3月1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台东凤梨世家外销中国因为宠害的问题受阻 为了力拼重新出口 台东县政府与台东大学合作 制定凤梨世家输网大陆检疫管理规范 县长饶森林也表示 将在3月22号采类NGO方式 与中国农业部海关总署说明此规范 希望获得友善回应 恢复输入 饶森林也指出 规范不止针对中国目标而是全世界都能适用 台东凤梨世家近两年来 因为检疫问题遭到中国禁止进口 对于农民的生计影响甚大 台东县政府除了积极拼内销之外 也攜手台东大学 针对农产品的检疫问题进行研讨 并制定出了一套检疫措施的规范 并经过实验结果显示 粉介壳虫的清除率可以达到99%以上 有做完善处理的 另外一组就是依照我们的流程去做改善的 那经过改善完了之后 可以看到这边都会失敌 零的意思就是指它是没有成的状态 而县长劳倩林也表示 下周将由副县长王志辉 率团前往中国进行商讨 说明在害虫问题上已经有有效解决的方式 同时也希望这一套标准可以放眼其他国外市场 让国外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台东的凤梨世家 现在会不会担心这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 大陆那边可能不会接受 不谈不知道 但是以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一个实证结果 凤梨世家经过这样一个规范 我们的有害生物可以近乎是零检出 那不是针对只有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我们认为凤梨世家应该要用高品质的凤梨世家 来针对任何愿意 应该说我们可以出口到任何地方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中国大陆是市场之一 本来就应该要去试着说明的 台东凤梨世家自救会的人员也表示 做生意遇到客人客树就要努力解决问题 也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 让凤梨世家可以顺利外销 希望啦 希望这一次去谈 我们把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一些整改报告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品管作业呈现给买方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促产这个生意的王 老庆林也强调 若此次定定的规范能够获得正面的回应 后续将按照此规范落实辅导 实现高品质的台东凤梨世家的生产策略 以及集货场的管理方式 让台东的凤梨世家可以在国际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 记得陈吉林悲难相报导